台湾泡的清水派 加西蘭 加西蘭 超死人 跟我的比起來差了兩倍 我一萬瓦是靜音的 它這個是超級大聲 可以在邊邊來拍嗎 那個越南人應該也會超死人 你去公宅 然後我看電影 超級大聲 那你們為什麼不跟我買清水派 建議一萬瓦的要買這個超死人呢 超死人 剛剛它燙下去有沒有到230 這個有可能會壞掉 這個有可能會壞掉 緊密設備 建議5%內為主 要在230億伏特以下 剛剛這裡有沒有到230公 你必須看它用 你在這裡看我這個 237有沒有 有可能會有 我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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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230公 人家路人會有微信 不大風雪 這個部分是潛在的 現在顯著的就是你們的人身安全 更健康 人耳朵會壞掉 這個味道造成 壞嬰 再來隔壁 隔壁 隔壁就是 再來會產生的一個 精神狀況會不好 精神病 憂鬱斷 隔壁 隔壁 這都是這個 我沒有聲音的外號 一家 你以為不是 我們要的是 櫻井 隔壁 現在是 超市傳 threshold 公開大部 海風 是 隔壁 在我 店 現在沒有複載的狀態,只有自燃機 在做法,所以是有點多安排 它剛剛負載下去,26瓦,1300瓦,然後電壓還是有保住在220 所以現在這個的話,它就是只能插在這個,這個孔 因為它就是有220的,這樣子你這邊才會有220的電出來 所以你就是插這邊,阿有怎麼知道它是要對哪個孔 就看這個最下面,它這裡不是有一個凸出來的 就找這個最長的,它這個是最長的 然後整個最下面,插進去,然後微微向右轉 然後你就會感覺它卡住了,然後又拔不出來 要拔出來的話就是左轉一點點,然後就可以拔出來 這樣,好 好,現在要介紹怎麼使用這台一萬瓦的這個瓦電機 然後首先的這個總態關,先打開 然後它就有這個綠色的嘛 你可以從這裡一鍵啟動,也可以用遙控器 那我先用一鍵啟動 快車 慢車 完全把它關掉 然後我們先用這個鑰匙,來試試看 它這裡有一個 那個start還有stop 然後我們先從start 然後我們先從start 快慢車 好,stop 好,那鑰匙就掛在旁邊 這個,你也可以手拉 你也可以手拉去把它發動 還是你已經有 這個一鍵啟動,然後還有遙控器 所以就不用說再用這個手拉 如果特別想要吃力一下 好,那我就直接從這裡一鍵啟動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110,110跟220 那220的話,我們已經接到上面這個漏墊開關了 現在這樣的話,它這樣就是兩邊 就是220 然後110的話就是 它有三個角嘛 最靠近 左邊兩個 左邊跟中間 然後右邊跟中間 這樣的話就是110 那如果是兩邊的話就是220 然後現在我幫你做的插座就是220插座 然後前面這個地方呢 那是你在發動的時候 你油料開關要 現在是 剛剛是關起來 然後把它打開 然後再按 這樣它的油才能出來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時間 現在這是它的電壓 然後這是它的衡量 然後這是它的累積使用的時間 然後這個是分鐘 就是你現在正在使用你 你現在在你的機器 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你把它打了多久 然後到現在 現在是1分鐘 然後就是電壓 然後如果你要接110的話也是可以 但它就是沒有經過我們的 露墊開關 所以如果你要接露墊開關的話 也是從這邊開始接 就是走樣子嘛 這邊110 110 110 220 那如果你要接200的話 這邊有插頭 那這 那是接 如果是接1500瓦雷射的啊齁 這一條線 要從這裡面穿過去 然後鎖在後面開關這裡 這兩條 這兩條 對 那這個 這個 接地的部位可以把它接在這裡 這邊有個各的接地 這邊鎖在這裡 這邊鎖在這裡 這邊鎖在這裡也可以啊 這邊鎖在這裡也可以啊 但是你要鎖在這裡 而且它有油漆 所以你要確定它有 確定的鎖在這裡 好 這邊鎖在這裡 這直接在我們的 設計上面 然後我現在把它切到快車 然後 就先切到快車 才可以先發動 然後你在關的時候不要直接 它這個 像這裡假設還發著 不能直接從我們的發電轉 那就是直接從這邊關出來 這兩顆同時是亮的 對 如果你要關掉的話 就是從這裡慢慢去關 然後現在把它打開的話 就是 畫面出來 黑色 3到5秒 然後再按這個 然後現在功率是用 一千三百瓦 現在我要來 燒我們的 來燒旅 然後 旁邊等一下 我們會看我們這邊啊 它的電球會是抽到 現在目前 它的水箱 是沒有在吃人的 我也沒有在燒 然後 所以它現在 變壓 變壓 到20 然後被電流是4 現在 溫度到16.3 快要到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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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等下 自冷的時候 我們先量它的 電壓電流 然後再 同時 在它自冷的時候 再調 然後 現在在自冷了 它配數 到你了 它配數 你搞到 有了 然後 現在無法來燒 26A 然後 220 220 9 1 2 2 2 3 2 2 2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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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关掉 长时间没有要使用时 要在发电机还没关闭时 关闭油料开关 让里面的汽油发完 之后才不会堵塞 然后如果电池长时间没使用的话 就是 这边有两个螺丝 把它拆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电机分贝这么低 是因为里面厚厚的吸音棉达到的效果 这边就把这两个 就把它套掉 就把它拿起来 就把它翻到旁边就好 不要让它接电池 即使是说 我可能只有接一只脚也是尽量不要 因为它电还是会跑掉 所以建议是两只都把它套掉 长时间不用的话 现在也要往这一块的铜锤这看有哦 第一 好了哦 铜锤要往这一块 埋了这都不要浪漫 没去影响到 你看的时候 它现在偏 它现在看偏多一边 我们的红外线现在偏多一边 看这个 偏右 偏右对哦 偏右 我们的外面板条 就是要由设置 起设置在下 然后密码是123456 你ok嘛 再一个 第二个 雷射中心偏移 我现在偏右嘛 所以 我们还要把它调度 往左 往左调 往左的话就是 剪 剪嘛 我把它设置一米里 保存 有 有 有 就是这个偏移 它那个垃圾 这个是 钓偏移 左右偏移 你看 现在它看的是偏多一件 所以它去钓 这样 嗯 现在要到密封环嘛 来 这都要打起来 让两颗拆起来 我现在拆的这两颗 来 看 抽起来 抽起来 抽起来就是 突然这个先锁 这个 这个先锁出来 先放旁边 先来先放在干净的这里 放这里 他现在 他现在这抽 拿起来 他 现场如果有灰尘的话 你要拿一个东西盖起来 拿东西盖起来 你这 保护 保护晶片再来 拿来 保护晶片 你密封环才会抽起来 你密封环才会抽起来 抽起来 因为我们让它拆起来 好来 啊 你塞住 转过去 好 有一个 口炒 看有没有 好 对 因为那不放得到 你放得到 你这个 看我今天这个卡榫的 你会对不准 所以那不放得到 好来 密封先把它放下 他这不方便 放进去 把它滴下就好了 啊 手水要清掉 不然它滴下 这个 啊 这个就保护晶片 可以再看 看 好 这个 啊 这个 这有正爱的色 可以 不要插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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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不错 不错 这个 因为那两个不错 要是这样的 感谢您的观看 记得帮薪水 开订阅按赞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有些 这边 这个 我们下期再见